哈喽,大家好,我是产品部Alita 大家好,我是广东分公司Kitty 大家好,今天由我们两个跟大家一起来介绍 艾多美艾斯洛特真言系列 好期待,是不是? 看看这里给大家带来了什么 全新的艾斯洛特的产品 刚刚的,我们现在一起来开箱打开它 先撕开这个,一次贴 然后呢,再拍它 哦,大家好期待吧 太期待了 哇哦,这一套产品 好,说明书 然后呢,就是 一共有几件 一二三四五六 六件的产品 我们先把它拿出来好不好 好啊 这是 这个是乳液 那这个一定是我们的化妆水 这个一看就是我们的浓缩精华液 这个就是精华液 我们把它摆好 这个是眼霜 就是营养霜 就是眼霜 好大一瓶,对不对 是 好,我们先把它放到旁边 好,那么接下来呢 上一期我们已经跟大家去介绍了 关于这套产品 对,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来使用和分析一下 这一套获奖系列的全系列产品吧 好的 好,那我们先来一起认识一下 这套产品的使用顺序 首先是化妆水 浓缩精华液 精华液 乳液 眼霜 还有我们的营养霜 这个顺序还是非常容易记住的 对,因为每一个步种啊 都是我们保养肌肤需要的每一步 那我们接下来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楚的知道 保养的步骤和方法 先来一起认识一下我们重点要保养的区域 我们看到左下角的这一张图呢 显示的是我们肌肤老化的部位 这个五边形指向的方向 就是我们比较困扰的岁月痕迹 额头细纹 眼部细纹 鱼尾纹 法令纹 还有嘴角纹 啊,这五个地方都是暴露年龄的地方 所以这些地方都是需要我们重点去呵护的地方 那么右下角的另外一张图呢 是我们的颈部 都说颈部是我们的第二张脸 颈部纹路也是暴露年龄的地方哦 对,没错 其实颈部呀和脸部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对抗衰老也必须是要齐步走才可以 嗯,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是需要我们护肤品重点保养的一老化区域 好的,那我们先从清洁后的第一步开始说起 首先呢是要使用艾什洛特真颜化妆水 化妆水啊是我们护肤后立即要使用的产品 可以舒缓肌肤即刻的补充水分 对,没错 而且这款化妆水呢是兼具了保湿和亮白的功效 所以除了即刻补水之外 它可以帮助我们体谅肤色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质地试用一下 太好了 来,我们的Kitty的手又有福气了 我们可以用戴掌心也可以用戴手背 为大家可以看到 来,你看,是不是液体状的 是的,透明的液体状 对,透明的液体状 然后它的质地非常的轻薄,跟水一样 不是那种粘稠的,它是很清爽的 所以你可以挤在手心 然后呢,轻轻的按压在我们的脸上 当然呢,你也可以借助化妆棉片来进行轻轻的擦拭 但是要注意的是要避开我们的眼周 因为眼周的肌肤呢,比较娇嫩 化妆棉擦拭的话呢,会擦伤颧骨脚高的部位哦 所以呢,但是大家可以借助化妆棉来一起连同颈部 一起擦拭 手法教给大家,我们请Kiti来示范一下 要自下而上,由内而外 顺着肌肤纹理的方向 过去看看有没有做得对 要自下而上,由内而外 对,这样的一个手法 用任何的产品,咱们都是这个手法 顺着肌肤的纹理 但是记住我们的手法要轻柔 不要拉扯脸部,要轻轻的 我还闻到了淡淡的清香味 对,这个味道就是我们说的晚香玉香 非常的高贵点压 好,我们接下来再用下一颗产品 好,在化妆水使用之后呢 我们接着来第二步,浓缩精华液 浓缩精华液,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 是这套产品的灵魂产品了 没错,它的有效成分的浓度也是最高的 丰润的植物萃取物可以有助于延缓老化现象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既美白肌肤 又能够安抚细纹的 我们快来试一下吧 迫不及待了,对不对 是的 那我们先来拧开这个盖子 我们先拧开这个盖子 你看哈,我拿出来它是什么 哦,它是一个吸管式的设计哦 对,然后轻轻的按压一下上面的顶上的盖子 精华就会下来,一次正好是一蹦 既简单又方便 我们来试用一下 很人性化的设计啊 来,感受一下哈 看,是不是 我们现在用KT呢 手的去感受一下它的质地 哦,非常的柔软细滑 对,然后呢,它的这个质地非常的清透 然后你用在脸上完全没有负担 也特别适合夏季 味道就是那种很高雅的味道 嗯,大家一定觉得一蹦是不够的 因为面部和颈部都需要的 我们再去KT来一蹦 是的,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不够 来,我们再来一蹦 大家也可以再看一下这个演示 你看你拧上去再拿出来 它就已经帮你取好了 拧盖子的同时啊 可以把下一次的用量也准备好 真是很友好的设计啊 对,非常人性化 哇,好,这就是第二步 浓缩精华液后 我们就要使用的是精华液 那这款精华液呢 采用的就是微乳液的技术 可以更好的渗透有效成分 集中的安抚我们的岁月的痕迹 取适量于手心或者是手背 让我们来一起试用一下 看一下它的质地 好,我们又伸出那只 刚才用过精华的手 好,这是第一次使用啊 我们要排空它的那个空气 才能挤出来 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颜色 它的颜色是这种淡淡的乳黄色的颜色 然后质地呢也是乳液状的这种质地 我们现在轻轻地把它推开 好,也很容易就推开了 非常滑 非常迅速啊 对,非常滑 然后很容易地就推开 然后也没有这种淡黄色留在上面 就非常的清透 我们涂抹的时候也同样要记住 在脸部上的规律 是不能要避开我们的眼周 自下而上由内而外地去涂抹我们的颈部和面部肌肤 我们的Kiki也在旁边一直在示范着正确的动作 这就是我们的精华液 精华液之后我们再来使用乳液 好沉甸甸的一瓶乳液 135毫升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质地 来试用一下 把空气挤走 轻薄的白色 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质地 白色的 也是乳液质地 然后很清透很滑 我们一起来使用它一下 按摩帮助我们的肌肤吸收 一推开就变成透明状 是的 一推开就变成透明状 这个我们采用的乳液 它可以很柔和地附在我们的肌肤表面 帮助我们肌肤找回原有的活力 同样的手法 我们请Kiki再帮我们示范一下 用在脸上该如何去用呢 自下而上由内而外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手腹 轻轻地按压一下脸部 给脸部做一个抹扎机 对不对 是的 然后我们的乳液就用到这里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 接下来用什么呢 好,那第五步就是使用我们的眼霜了 哇,这款眼霜的毫升树真是十分感人 好大一瓶是不是 足足有40毫升的容量 对,它拥有40毫升的大容量 集中调理我们眼周的周围肌肤 细纹 还有让我们更有弹力的高浓缩眼霜 刚刚我们提到的五边形 眼周区域的细纹和鱼尾纹 都是暴露年龄的衰老痕迹啊 对啊,所以我们要使用眼部周围专用的产品 取适量轻轻地点涂在我们的眼部周围 我们看一下它的质地吧 好啊 好,迫不及待了 好,我们看到呢 眼霜这个里头的膏体呢是非常丰润的 对吧 然后颜色呢是这种淡黄色 跟刚才的精华的颜色有一点点像 是的 嗯,我们来试用一下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手背上 哇哦,好丝滑 你自己来涂涂感受一下 冰冰凉凉的像 嗯,简直是太丝滑了 像冰淇淋的感觉 好冰凉 我们一般的话用眼霜的话用黄豆大小 可以点涂在我们的眼周 用手指腹来去点涂 像弹钢琴一样 然后上眼皮的上面也是在颧骨周围 因为我们需要照顾到我们眼周的肌肤问题 比如说细纹容易出现在这里 嗯,还有鱼尾纹 所以太阳穴这里呢也要有 嗯 好,我们的Kitty也给我们示范一下正确的动作吧 用在眼周 对,用在眼周 点涂像弹钢琴一样 轻轻的点弹帮助吸收 嗯,太阳穴这里也不要忘记 因为这里是多发的余味纹 所以我们很多人就很在转圈圈 很粗暴转圈圈 这是方法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要轻轻的点涂 然后涵盖的面积要广一点 我们有40毫升的不要怕 是的 舍得用一点 40毫升确实可以把整个眼周都涂得满满的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步 那最后一步呢 就是赋予我们整个脸部和颈部的弹力和营养的高级营养霜 我们取适量的产品呢 点在我们的两颊下巴额头和颈部 方法是一样的 来,我们请Kitty再示范一下 自下而上,由内而外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质地好不好 来,就是营养霜 跟刚才的眼霜一样是淡黄色的 来,给我们Kitty的手 这只手真的今天是赚到了 是的 好,这个使用感跟刚才的眼霜比起来 比眼霜更加的轻 很轻,然后也很润很轻 然后用完以后立刻皮肤有光泽感 很容易就推开了 好像一下子就吸收了 对,质地非常的丰润 然后如果你是油性肌肤或者是混合性肌肤呢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少取一点量 但如果是干性肌肤你就正常的用它就好了 我今天这张手啊,算是赚到了 整套产品都使用过了 好,那今天我们这个全套的一个系列呢 就体验完了 从化妆水,即刻的保湿补水 加上亮白,肌肤 做好了保养的最基础的工作 再使用我们的小蓝品 浓缩精华液,改善皱纹,晾肤,保湿 接下来呢,记住了吗,是精华液 集中的护理我们的细纹 弹力和紧致度 那接下来乳液调理我们肌肤的水油平衡 眼霜集中的去护理我们的眼周的这个区域 解决我们的眼周困扰 最后一步就是我们的营养霜 让肌肤由内而外的全面管理 好,安抚岁月痕迹 艾什勒特真言可以做得到 谢谢Kitty给大家做的示范 下次啊,我还可以帮大家做示范 听完Alita的介绍啊 我觉得我这双手啊,真是赚到了呀 好啦,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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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